各位大家晚安 又到霸財的實踐科程 我是Louis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恆生指數 究竟回套 現在回套的 今天有點反彈 回套完大型科技股 今天就選了幾隻股票 給大家分析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整個大市怎樣做呢 今天課堂會比較清晰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分開三部分 港股美股匯 先講了全球的股票 港股美股和匯率 美匯人民幣 先看看大框框 然後回來香港看看我們的科技股板塊 然後有時間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霸財指標 怎樣幫大家找股票 大家如果有股票都可以問 我中段會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想問的股票 因為大家可能早上都沒有時間 晚上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部分 當然是講市場分析 市好 大部分板塊都會升的 當然有些小板塊不升 也都合理的 當然龍頭股全部會走的 恆生指數今天就跌了18,500點 然後做了一個反彈 正常的 因為在這個 我們看看 17,800點到18,200點 是我們的很重要區間 這個區間 這個區間 短線不應該跌破的 它可能會反覆下 再有機會試試 現在還沒確認 它會不會真的試這個位 如果試的話 又站得穩 那將會有 再行個上升浪的 那看看這個位置 看看這個位置能不能試到 那我們現在反彈到19,700,600點 就是黃金比率0.618的阻力來的 那平台的支撐就在18,000點 大概在中間位 看看 那看看 究竟我們的恆生指數 怎樣行法呢 升到來這日 上星期二 那我在中午直播 專家視點寫了 黃金比率的阻力前 跳空裂口 那講了的 來到這裏 剛剛好啊,很漂亮 那這些很明顯是大戶的足跡 這些大家心有靈心一點通 本身Fibolacci 都是跟理論去做的 那大戶都相信的 那上個星期呢 出支這樣的陰竹 那這支陰竹有名堂 那來到0.618的阻力 我再次給大家看一下 那大家不懂的話 就學一下Fibolacci 不是很難的 入門版 入門版記住兩個數字 就是61.8和38.2 那很簡單 那深層理念 那你去上我的課堂就明白了 那剛剛好 169641附近 就是19700點 那作出一個回套 那這個回套 是不是很簡單回套 不是啊 那中短線來說 我們恆生指數 是遇到一個阻力的了 那這棟陰陽足模型呢 就屬於一個強阻力模型來的 如果從陰陽足模型來講 兩家模型來講 它已經是一個阻力位 就是告訴你 19700點 不會這麼快可以衝得過的 如果今個星期這樣衝上去 這樣過19700點 那你就拿錢去追旗子 追牛證 追long call 或者買一些大價股呢 贏面是非常高的 如果 莊子是這樣衝上去 因為今個星期是過艙 過艙 不應該這樣衝上去的 那其實大戶的技術 都差不多 我明白了很多 那如果這樣衝上去 確率是低的 如果真的衝上去的話 那其實就送錢給大家 大家可以追火 那我猜 這個發生的機會率不高 那大部分情況是這樣的 現在 會行這個B浪反彈 俗稱叫做 首先我們確認了 恆生指數19700點 就出了一個穿頭破腳 這個陰陽足模型 大家記住了 很簡單而已 不懂的 上下我們那個 霸財課堂那裡上下 有導師說你聽的 出了這個 陰陽足模型 放量的 屬於一個真阻力來的 這個19700點 要短時間衝上去 我又不太相信了 難很多的 那現在大部分情況是怎樣走呢 大行生指數 一個月 那就升了3600點 是不是 那作出一個回套 這個回套路是非常之合理的 那現在有理由相信它 它就會作出一個反彈 大概上 明天可能有機會上 19100 19100 19100多 19100多 如果衝上去 接著收市回下來的話 那有機會就會 再震下來的 大概 看看是否守得住 18500 守不住呢 大概是18200 這個跌口 看看是否回到封閉 理論上 它走回ABC 整個浪 那是很合理的 那現在暫時 就 還未確認它 是不是真的跌完 那要等等 要確認的 沒得急的 大概會是這樣的走的 我猜是那個Path 大概是這樣的 如果這樣走就漂亮了 這樣走再升上去 那就破19700 那真升破 就會繼續上 短時間要這樣衝上去 或者這樣衝上去 或者這樣衝上去 馬上飆上去的話 這個概率低一點 回落的概率高一點 這樣衝上去 都是贏的了 老實實 大家 我有些內銀股 主要內銀股 那 沒有什麼動動的 但是它走上都會升 那你要做股票 今天有幾隻股票 可以介紹給大家 留意著的了 那 概念 第一 它就是 要是 最大機會就是 先反彈 先彈高 今個星期 彈彈上去 這裏 192附近 回韜 那可能回來 一百多 一百六 看 守不守住 守不守回來 一百二 接著 再重新升浪 那就很健康 很美的 整個浪很美的 如果假設真的這樣走 這些位置就跟它拼命了 這些位置都拼得過 如果它再沉多次下去 一萬八千 點到一萬八千二 那是黃金買位 我都希望它根據我的思路這樣走 如果根據我的思路這樣走 如果大家懂得其權的話 就在這裏做篷篷 就拼它 六月衝上去 這樣衝一段 破頂的衝法 或者它還有一個走勢 是怎樣的 橫行區走勢 之前做過一次的 走這塊 走這塊 有可能走這塊 走這塊 那就很悶了 奇權就要很小心做 就是它這樣回 這個回 這個回 但這樣 有都是這樣 有可能是這樣 有可能是這樣 沒有很久的 就摸一下摸一下 可能搓兩搓 搓多個圈都不奇怪 要看事情 怎樣發生 但重點在周線圖 它就在阻力區出了個磚頭破腳 這個一定是阻力位來的 一萬九千七 短線的阻力位很大力 這個位 沒有那麼容易升破的 雖然我是看好的 如果大家同學 聽我的分析的話 我又在一萬六千點這個位 我看好的 這個全年低位 就不斷看上的 那看上也有回吐的 是不是 如果純粹計這個 旺利回吐的話 這個可能是四浪回吐來的 之後有個五浪 那麼 出現這樣的情況 就最好 如果是這樣 這個就是恆生指數的一個分析 中短線 突破了一萬九千七點 那就好世界了 那會首先挑戰二萬零五先 都要等等 沒有那麼快 是因為出了一個烏雲蓋頂 這個磚頭搏腳 那麼彈彈 彈上來 一九二大家留意著 究竟衝不衝破呢 那麼衝上去 那麼這幾天就知道了 那麼期指過品倉 今天先過少少 明天再過多多 那麼過的時候 就會看到大戶 怎樣做盤的了 這個就是恆生指數 那麼還有一個趨勢線呢 就是這個通道的趨勢線 大概延伸的阻力區 就是一萬八千二百點到一萬八千三百點的 那麼它的平台區阻力 列口區阻力呢 也都是一萬八千二到一萬八千點 那麼是雙支撐位來的 那麼下一次如果反彈上去再回套呢 那麼這個就很漂亮的買位 但是問題現在會不會這樣衝上去 直衝呢 但是呢 機會低一點 都偏低的 那麼我們留意著 那麼做股票的話 你可以 邊做邊等 有些股票未必跟著指數的 是不是 好了 那麼恆生指數分析完 那麼 都要看一下杜瓊斯 杜瓊斯呢 四萬點就是一個阻力位來的 雙頭阻力 那麼現在還沒確認 這個是雙頭來的 那麼正在走回套 那麼 那麼聯儲國鷹派呢 這個言論說 通脹厲害 可能要加息不減息我 這樣講 那麼 聯儲國大帝呢 那十二條人呢 那麼十二 十二門徒呢 那麼就有空 這個講一下加息 那個講一下減息的 其實是有共識的了 那幾個銀行行長 十二個銀行長 那麼 那麼 戲是要做一下的 那麼還有一個重點呢 美國的經濟做數據 最近的飛龍那些都會弱了少少少 那麼 失業率呢 就正正常常 那麼 救濟金那裡呢 就好像放緩了 就是 都很平衡 那麼大家的數據 那麼你說它很厲害通脹嗎 又不是 那麼最近油價會落 那麼有幫助的 對於美國通脹降低 但是其實主要是 聯儲局看著的數據 因為它不理會你通不通脹的 主要都是印錢的 那現在 中短線的大陸呢 二萬七千點 走上來這個 走到四萬點 現在的趨勢線呢 就是在差萬八千點左右 就是一個很有力的支撐來的 第二個位呢 就大概是三萬八千 五百點 那個小型項線 那麼 有理由相信它 坐回頭呢 都是會有 支撐的 這些力水 是 好了 大家看看 畫一幅圖先 那麼美股跌呢 都會影響到廣股的 那麼 那麼這個位呢 就是項線位來的 走了兩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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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回到了 那麼這個項線位 也是一個支撐位來的 大概三萬八千六百點 那麼 那麼昨天這樣 貓仰呢 那麼今晚美國沒事 那麼其實 這個陀螺仔 是不漂亮的 這個陀螺仔是想 繼續跌下去的 那麼 星期二 就是明天 明天 美國再開市的話呢 其實未必好 毒禽屍體的樣子 那麼這些棍子都很大力的 那麼可能會震 就是這樣震 震兩棍好像這樣 好像這樣震 就是可能是這樣 摸一摸 接著還會跌多一下的 我相信是 會試這個 18,500的 我相信是 那個機率也高 試18,500 那麼 37,700呢 我估計是未必 未必下來了 我估計是會 扛著一點點 現在整個 如果看周線圖 道禽斯 成幅圖 當然三萬五千點 很強 但是這個位置 不可以跌破 如果道禽斯跌破 那就精彩了 那就是 sale emade and go away 跌破的話 就巨型雙頂 那肯定沉下去了 機會 百分之 七八十 這樣跌下去 如果跌破這個 三萬七千五 那會不會做巨型雙頂 似似的 陰陽狀模型 有機會 但是他未必跌得 破 都有機會這樣沉下去 留意著 道禽斯 不要說美股 永遠強上升 納斯達克 也不一樣 道禽斯現在的頭部 是肉酸的 有可能做這個頭部 道禽斯 做多頭頂部 這幾個月 會做這樣的事情 會這樣做的 有機會是這樣做的 坐下來 坐下來 是這樣的 現在短暫的阻力 短暫的阻力 當然有三萬九千五百點 下面的三萬八千五百點 很有機會下去的 今個禮拜就下了 很大機會 立斯達克 立斯達克在上升趨勢線 很漂亮的 NVIDIA 這間公司 晶片股 這麼強勁 業績爆了 在哪裏 那究竟立斯 是不是破頂又破頂呢 他說破了頂 一萬九千點 之前呢 我分析過 立斯是步向兩萬點的 那我相信兩萬點 只是可待的 立斯 但是暴徑斯 未必跟著的 在摸摸摸摸 做複式頭 複式頭堅頂也不奇怪 那走上升通道 立斯 剛剛突破這個位 哇 那就厲害了 就是立斯這樣的行法 立斯這樣的行法 是很強的 就是如果大家做立斯 就是你孤空去呢 就 暫時不要搞住 孤空去 走勢很強的立斯 上升通道 突破了頭部 破頂 這個破頂 後抽又破頂 那就還有機會衝上去 立斯 不是開玩笑 就說 就是你不要想著 趁平堆 孤貴的立斯 趁他升高 但是這段浪裡面呢 他就 看下去呢 就像走了 五個浪了 但是創新高呢 我相信還有一下浪 我相信 用Fibonacci看 回答不過0.382的 如果有同學 學過我這招Fibonacci的話呢 那你就明白的了 這樣破頂了 那立斯還會繼續創新高的 例如香港的分析來講 那毒瓶斯接不接的呢 不一定 那毒瓶斯也沒有 在那上下震盪的 那立斯短線的支撐位呢 就大概在18,500點 那向上會怎麼走呢 那就慢慢震上去的 好了 講美元 那美元也影響全球的貨幣走勢 那之前我猜美元 就會回套的 那它又回到103 到1045下 然後上回105 那這個浪呢 它會反彈又反彈 是很適合的 這個日線堂 短線的有力支撐去1025 那現在呢 那向下回調著 那回調的震幅呢 它在104、105那裡震著 前一陣子還升到106 很厲害 那4月底106的時候呢 我們恆生指數呢 就在16,000點 跟著它跌回到104 我們恆生指數呢 就馬上升到19,000點了 那美元指數 仍然在上升軌那裡 那上升軌 那它還是有力的 那大家研究一下美元指數 美元指數影響港股的 你問美元關什麼事啊 你看美元就看到 港股的趨向的 因為美元強呢 它會反彈的嘛 那現在美元呢 還在走上升通道 只要它不跌破 上升通道呢 它走下來呢 那它可能會回到105、106 那105、106呢 如果走上106呢 我們恆生指數呢 又要被人摘回頭 那重點 現在突穿了這個104的話呢 如果有一天 美元指數穿104的話呢 那這樣港股就回上去了 那現在看著美元指數怎麼走的 那如果看短線的話呢 美元指數是想回套的 還要貶值 那之前 出了一個頭部的 那會向下走的 那走了兩段的 那走回到這裡 究竟會不會做一個頭肩頂呢 喂 如果做一個頭肩頂就漂亮了 那頭肩頂2號 它回到102的 如果美元回到102的話呢 我們港股有機會挑戰2萬點 那大家不要以為美元 喂 我不做美元的 我不做匯率 那這個其中一個分析工具來的 很有用的 你明白那個商戶關係呢 你就知道 美元也非常重要的 在全球上 全球金融市場也非常重要的 那看看能不能跌破 跌破的話呢 那麼 如果不跌破 那麼升上來呢 那可能會反覆走上去 不過106那裡我頂住了 那直至走到這裡 這樣鎮下鎮下鎮下 現在暫時就看它偏弱一點 所以港股又不用這麼怕的 我覺得港股不怕的 港股PE是11到10 10點幾而已 那美股 杜瓊斯是30幾 立指是20幾 27的 杜瓊斯31 我們便宜很多 那麼 外資基金 亞洲基金 中東基金 都會分散少少投資過來 亞洲盤 是不是 很正常的 我覺得很合理 那你的美元走勢 暫時看著 希望跌破上升軌 那就好了 石油 石油其實有沒有關係呢 是有關係的 全球的商品期貨匯率 是相互相成的 石油正在走上升趨勢 線跌破了 似乎是真的跌破 但是石油不會很便宜的 上面63-65都是一個巨型支持來的 那麼 中東那個局勢就緩和了 那石油的需求呢 其實都會偏弱了一點點的 那麼 就是整體大問題 OPEC會減產的 那麼減產去整個石油 那個輸出就少了 那麼會浪著油價 那麼好了 現在上升趨勢線到70元 現在這個位置就78元 那麼這個紐約旗油 看周線圖 看看紐約旗油 那紐約旗油的勢頭怎麼走呢 這樣 這個密集區70元 就在我心目中 去跌破機會率 真跌破機會率不高的 那麼現在在那裡 走著橫行 跌破了上升趨勢線 這個短期趨勢線 那麼可能會震盪的 那麼你說會跌來70元呢 那麼機會率就我暫時看不是非常大 那麼美國 中東 那麼 都很混亂的 現在對不對 那麼 連伊朗總統都死了 那麼 其實世界和平就難了 有點難的了 不是開玩笑 那麼台海也開始 來了 很麻煩的 那麼我相信石油 黃金都會因為地緣政治風險 會 會反彈的 那麼現在這浪震下來 這樣震完 會慢慢上回去的 我相信 那麼還有黃金 那麼黃金就突破了2,080元之後呢 那麼走勢 上次的頂升到2,434元 接著回回來 再破頂 2,450元 那麼有些分析員說 喂 快跌到2,000元的了 黃金 為什麼呢 原因是說美國會加息 即是今年會加息 明年又加息 因為要壓制通帳 接著黃金就 因為受加息影響 就跌回頭了 這樣 但是要記住 從去年到今年 美國不斷不斷加息 黃金繼續走高 究竟是否美國加息 可以壓低黃金的價格呢 那麼大家自己想想 那麼黃金究竟又買不買得過啊 黃金 黃金自從突破了平台之後呢 就慢慢慢慢的升 升一段就回少少 現在回一回這樣 那麼仍然騎著 上升軌道 看看倫敦金 那倫敦金 在這個位置 這個是走幾年了 2022年到2022年 走兩年的頭部 在2080元 按周線看看 月線度 會大浪一點 但是黃金我相信 它仍然是巨浪上升的 這個呢 就在2000 哇 這個2010年了 很久了 那麼這裡做了一個頭部 那麼 自此呢 1900元 狂跌到下去 1000元 跌了一半 然後呢 又升上來 那麼用了十年時間呢 走了一個低V 那麼 這個頭部呢 走了三個頭部 走了兩年的 突破了兩年頭部 那麼究竟 喂 那麼快升完嗎 我不相信 那麼就走了一些舊 那麼現在噴射浪來的 那麼會這樣狂升啊 慢慢升會的 你不要以為啊 不升啊 那麼 四月那時候呢 那個高位就是2431 跟著呢 五月呢 就出了個2450 就創了新高 那麼一創完新高 就回回頭 每次創新高都回的 那很奇怪的 不知道為什麼呢 真的回不到啊 但是總之去創新高呢 就 立刻回的 那下次創新高呢 那個禮拜都會回的 就是一見到新高 就坐回頭 那這次新高回了 這次新高又回了 這次新高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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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下一次衝上去 2600元 2500多 然後又會回一回的 立刻 立刻 一個禮拜回的 很有趣的 那麼你炒期金的話 或者做一些黃金股啊 或者做ETF 就看著 有一個禮拜急升的話 那你就看著食股啊 創新高 創新高那個禮拜 就準備 那你不知道哪天最高位的 但是你就看著食股 那黃金 會走多高呢 那 很簡單啊 現在我們有重要的支撐位 2250元 重要支撐頸線位 不應該跌破 不應該回破 那我相信會 會反覆地上去 我相信 反覆破破 這樣走上去 那麼 美元 不斷地印錢 年年美國 又不夫之 每年年印萬幾兩萬億美元出來的 那麼十年前 2014年的時候 美債才是八萬幾十九萬億而已 現在是三十四萬億 那時候十萬億還是十二萬億 我忘記清楚 那麼十年過去了 那麼多了二十萬億 那麼如果2034年 那麼他們欠債多少呢 保守股計 怎麼都有五十萬億的了 那麼五十萬億是什麼概念呢 那麼如果一個息率是高的話 四億的話呢 那麼你一年還兩萬幾億的債值 那麼你美元值不值錢呢 那麼找什麼去保值呢 那麼其實黃金呢 除了貨幣避險之外 還有環球地緣政治風險避險 即是發生軍事衝突 那麼都會令到黃金升的 那麼我黃金呢 就長期地看好的 我跟他的分析是長期地看好的 那麼我去年說黃金 任何時間都可以買的了 好了 那麼黃金就說完了 感謝觀看 歡迎點讚加關注加收藏